片子的作案做法很清晰 但究竟是什么人来干的这些事呢 依陀受害人提供一些线索 干净很快 掌握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开始就是按照我们相关的一些 侦查的一些手段 包括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画单 然后一些路线等等 查到最后我们就是发现 它是一个比较松散性的 有各个团伙在操作 顺着一些蛛丝马迹干净的追查到 在上海郊区的高桥站 有一个团伙在这屋子里 每天都有一些可疑的人在活动 班都是在二十岁左右 年龄二十岁左右 然后呢 就出外的话都有大包小包 然后有一些快递盒子之类的情况 那么基本上我们认为 他们可能会参与到 这样一个快递诈评当中 干净我们很快弄清楚了 租住在这栋民房里的 是一对河南籍的年轻夫妇 女的叫阿珠 男的叫宝哥 他们正是这个快递诈骗团伙的主犯 2011年9月8日 在吉姆报案两周之后 阿珠 宝哥被公安机关正式抓捕了 随后跟着这对夫妻一块干的另外仨人也很快落网了 那么这帮犯罪嫌疑人 那么这帮犯罪嫌疑人究竟怎么知道买家订货信息的呢 莫非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网络黑客 被抓捕的这五位呢 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年龄最小的才二十年 阿珠是这个犯罪团伙的头领 这个女孩只有小学文化成功 为啥她能当上头领呢 人家靠的是经验 阿珠以前的网上开过电 对网上购物的各个环节都比较熟悉 你不怎么赚钱了 然后有一天 我父亲出去打工赚钱 出生了死在外面之后 我觉得钱对我来着很重要 所以别人说做这个钻型 我就不能做了 从2011年7月开始 阿珠和丈夫宝哥一起 开始从事快递诈骗 他们找了几个以前就认识的小老乡啊 冒充快递员 至于给谁送货呢 则由阿珠来同意安排 那么阿珠又是怎么知道给谁送货呢 他在网上就是通过一个名叫非单群的 这样一个QQ群 他获得一些就是快递公司的 这个扩道付款的一些 就是派送快递的信息 在他获得这些信息之后 提前包裹一些假的快递 然后将他这些信息 填写在假快递的这个面单上 我去找他 我去看着他